我們邀請我們的榮譽會長 林詩雅 林會長 跟各位小朋友做勉勵 來 請掌聲鼓勵 賴校長 還有我們各位嘉賓 以及最敬愛的 我們國安的 畢業班的這一些 可敬的老師 還有西區教委的各個聯繫 今天很幸運的回來參加 這個畢業典禮 296位的小朋友 即將離開國安國小 那我會今天特別 跟各位畢業班的同學們 共同免利 我是第九屆第十屆的教導會長 十年前第七屆的時候 我的大兒子 是從我們的徐大偉校長 那當時的會長是林蘇柳會長 的年代裡面畢業 經過十年之後的今天 他現在在體育大學 四年級 也即將畢業 會長是早上去幫他領了一個 掛號信 是內政部的議政室 也就是十年前從這裡畢業的 林哲宇我的兒子呢 即將要去當兵 但他掛號信沒有收到 因為他現在是以我們的中華民國 世大域國家代表隊的身份在台北 還有世大域的兩個身份在台北 所以他沒有領到這個掛號信 那我是他的爸爸去幫他領的 剛剛清理 然後回來說啊 這個想到說十年前的小孩 現在十年之後的成果是這個樣子 296位的小朋友們 剛剛校長的美麗的話 一定要聽進去 你們今天能夠來到這一個大地 是有父母也已誕生啊 相對的以後一定要孝敬父母 孩子啊 我們今天有核心啊 你們畢業了 要瀑成萬能 我的兒子十年前跟我 期待他希望踢足球 國安國小的足球隊就在是我的 林哲宇這個小朋友 他們是第一代的足球人 經過十年之後 當時國安國小有九位小朋友 到黎明國中 然後黎明國中總共足球隊是有十八位 我們國安過去的是九位 那十八位後來到 慧穩高中的時候剩下十六位 從慧穩高中上去體育大學的時候 只有剩下我的兒子林哲宇一位 哦 那國安國小這個足球的領域的 這個過程啊 我們完全清楚 那哲宇呢 表現率都還不差 所以兩百九位 九十六位的小朋友一定要記住 對自己的興趣 就如同剛剛賴校長講的 節節對要堅持 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 兩百九十六位的爸爸媽媽們 你跟我一樣心情坎坷不安 因為足球在台灣的領域真的不看好 但沒想到國安國小出去的第一代足球人 雖然我們台灣在世界的足球領域裡面排不上名字 但國安的畢業生現在最起碼代表國安是兩個身份在第一國家代表隊 那你這樣來勉勵各位小朋友 一定要堅持下去 當然在這個過程 我是他的爸爸 還有我的太太呢 經常也會跟他分享 跟他分析 會有交戰 這個就是人生的成長過程 各位小朋友 你不要小看 經過 經過十年 十五年之後 你們組織家庭也會變成人家的爸爸媽媽 一樣的心情 所以 一定要記住 一定要堅持自己 當然在每一個球鞋階段 會長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每個階段的老師 不要忘記 是你要達到你成功境界裡面的 最可貴的專業教導者 最專業的教導者 一定要尊敬 尊師重道 絕對要記得 或者你要達到成功的境界是困難的 那各位家庭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第九年第十屆我是擔任會長 其實孩子的行為爸爸媽媽影響太深遠了 你是他生命過程的永遠的導師 今天社會者的一些氛圍犯 那些狀況 不要忘記 你一定要去自行自己 我們有沒有塑造到 我們的孩子會上社會性的那種角度的爸爸媽媽 讓我們共同來進化我們的生存空間 因為當旁邊都充滿了危機的時候 你我都沒有幸福感 這是我以一個國安國小前這個家長 還有我的小孩一路走來的心情 跟各位分享 祝福296位的小朋友 彭城萬里 一切幸福快樂 一切幸福快樂 謝謝大家 我們要勉勉勞 我們要請掌聲鼓勵 谢谢我们高兴 我们高兴的老师 各位高兴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你们抱着很高兴的心情 来参加这个毕业电影 但是又有一点不舍 不舍的是这两年 我跟你们在一起 都有一个很深厚的感情 虽然今天你们毕业了 那也代表我今年也已经毕业了 我刚才有很多话 想要跟大家说 但是因为我们校长 跟我们思雅前队长 跟我的话都讲了 我本来是说 要表演一个更近的 把我们的口中担心 我今天准备一头颗 来这里都没有大家听 所以我希望各位 处理 处理在这个国家国小 一直下来 像刚才说的 不要放弃自己 有事情 一定要讨好冷静思考 去解决问题 去解决问题 这样好不好 好 那最后 我可以把你们站起来吗 我们感谢一下老师好不好 来 都帮我起立一下 我们跟老师心恶离 然后说谢谢老师 来 敬礼 好 跟自己鼓励一下 好 跟自己鼓励一下 好 跟自己鼓励一下 最后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请坐 请坐 国安 在学校的时候 你们以国安为荣 希望你们出去以后 在这个社会上 国安以你们为荣 好不好 好 加油啊 谢谢各位